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注视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水的人 如果不希望河水流动 不希望他照着他的本然不断地改变 他必将痛苦不已 另外一个人了解河流的本质 是不断地改变的不论他喜欢与否 因此他就不会痛苦 去明白生命如这流水欢乐的空 自我的空 就是去找寻稳定和苦的解脱 寻找世间真正的安宁 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问到 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出生的 我没办法告诉你们 为什么你要吃东西 你吃东西是为了不需要再吃任何东西了 你出生是为了不再出生 论及事物真实的本然 他们的空或无非常困难 听了这些教导之后 我们必须展开方法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修行 如果没有为什么 那我们就是在平静之中了 忧伤是无法追随一个如此修行的人的 五蕴是杀手 执着身体 就会去执着心 反之亦然 我们必须停止去相信我们的心 用戒律和内心的宁静 来增长意志和相续的正念 然后 你将洞彻快乐和不快乐的生气 也不会跟随他们 了解所有的状况 都是无常苦和空的 学习冷静 在这样的平静中 将会产生佛陀的真正的喜悦